根据一位名媛通灵师的说法,查尔斯国王似乎背负着沉重的王冠负担。 著名占星家和千里眼英巴尔·霍尼格曼声称,新君主对他的两个儿子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之间的裂痕深感懊悔。 查尔斯非但没有表现出国王应有的坚韧责任,反而被私人的怀疑和遗憾所困扰。 显然,当门关上公众窥探的目光被挡在门外时,查尔斯允许自己在脆弱的时刻进行反省。 正是在这些时刻,他批判性地审视了自己在威廉和哈里王子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中所扮演的角色。 根据英巴尔·霍尼格曼的说法,剑之九的塔罗牌提供了对国王精神状态的深刻见解。 这张牌通常与担忧、后悔、焦虑和睡眠问题有关。 查尔斯似乎对这些问题很熟悉,因为他在晚上辗转反侧,回想着过去与儿子们的互动。 尽管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毫不动摇的冷静,但这位国王私下里却非常自我批评。 他认为家庭裂痕是他个人的失败,他认为如果他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父亲这个角色,事情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查尔斯似乎不像威廉那样自然地成为父亲。 威廉擅长亲力亲为,养育他和凯特的三个孩子,而查尔斯则对他的两个儿子采取了更不干涉的方式。 也许,如果他公开表达自己的爱,把家庭置于王室责任之上,威廉和哈里王子之间不合的种子就不会拨下。 爱,目以成舟,查尔斯只能在事后和自责中挣扎。 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夫妇搬到加州,在奥普拉的采访中曝光王室的丑事,只会加剧现有的紧张关系。 自那以后,和解的前景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渺茫。 虽然查尔斯被尚未解决的家庭戏剧所困扰,但他将继续专注于他作为君主的职责。 预计国王将处理一些涉及王室广泛的房地产投资组合和海外土地持有的实际问题。 效率和收益最大化是2024年的目标。 一些土地可能会有新的用途或发展,以提高价值。 毕竟,维护宫殿、庄园和历史建筑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产生的任何利润都可以用于进一步的皇室运作和查尔斯的核心遗产项目,比如动物保护。 至于在公众场合露面,英巴尔、霍尼格曼看到查尔斯从聚光灯下退了一步。 作为75岁高龄的老人,在承担主权责任的同时,休息和恢复是当务之急。 国王似乎明白节约精力和不过度投入的必要性。 减少日程安排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危机或敏感的家庭事务。 当然,查尔斯统治的开端并不顺利,王室成员一直被丑闻缠身。 保持低调,与卡米拉共度美好时光或许能给她带来地要的喘息。 但贴开精神上的洞察力不谈,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查尔斯现在是历史的重压者。 她的最终遗产不仅在于带领王室度过当前的挑战,还在于修复与子女的关系。 无论是通过沉默的悔恨还是积极的和解,父子之间的爱的纽带,尤其是在分开的时候,往往比任何冠冕都重要。 带着同情和谦卑,也许查尔斯可以把遗憾化为救赎,永远结束家庭冲突的篇章。 此外,哈里王子此前宣称她不想做任何真正的工作,这遭到了嘲笑, 尤其是考虑到她现在居住在一个因不给工人提供待薪休假而臭名昭著的国家。 王室评论员们利用哈里王子今年微博的工作日程来取笑他所谓的通过慈善帮助他人是他人生目标的崇高言论。 据知焉不惠的王室观察家达尼埃拉·埃尔瑟称, 美国人一定对哈里王子将富有成效的一生奉献给慈善事业的工作定义感到挠头。 哈里王子现在和家人住在加州,那里没有权利医疗保健,枪支法律非常宽松, 随时都有发生随机暴力的风险。 但埃尔瑟认为,更让加州军林困惑的是,美国没有法律规定戴薪休假。 与英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美国工人没有年假的权利, 任何戴薪假期或病假都必须与雇主协商。 考虑到这一点,加州人一定想知道, 如果哈里王子逃避任何真正的工作的概念, 他的时间到底在做什么? 埃尔瑟根据他翻阅了哈里王子的慈善活动日程, 披露了令人震惊的数据, 在整个2023年,哈里王子只参与了区区18天的公共慈善工作。 不仅如此,这一年中有13次露面, 剩下的5天是在哈里王子创建并经常参加的 不可征服运动会上度过的。 通过计算,哈里王子每月用于慈善工作的时间不到1.5天。 他讽刺地开玩笑说, 即使哈里王子的捐款增加一倍或两倍, 也不足以支撑他声称慈善是他人生唯一的焦点和目标的说法。 毕竟, 大多数全职工作的人每个月大约工作20天。 基于哈里王子投入的时间很少, 他所从事的工作很难被描述为一种职业, 一种灵魂目的或一种消耗全部生命的工作。 最近几周, 有关查尔斯和他的儿子继承人威廉王子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谣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一些消息来源向各家小报透露。 威廉王子期望在皇室事务中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角色, 这可能导致他与父亲发生冲突, 因为他在皇室事务中展现出更多的控制力。 然而, 许多皇室粉丝和观察家对两人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竞争关系是怀疑态度。 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 随着尘埃落定, 英国迎来新君主, 人们对温莎王朝的未来和现任领导者与未来国王之间的关系动态仍然充满了猜测。 社交媒体上的一位支持者坚称, 国王和威廉之间关系非常亲密, 没有竞争。 威廉是下一位继承人, 他尊重他的父亲。 就现实而言, 尽管他们的个性和做事方式不同, 但大多数人都承认查尔斯和威廉之间存在着深厚的爱和尊重, 多年来, 他们坚定坚代表王室。 然而, 在皇室经历变革之际, 谣言持续存在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也是自然而然的。 毕竟, 查尔斯在74岁时才继承了王位, 花了70年的时间等待。 在如此长时间的继承人职责中, 他是否现在希望在他较短的统治期间牢牢掌握权力? 威廉从出生开始就被培养成为未来的君主, 与他父亲年轻时相比, 在皇家角色上显得更加自信和确信。 作为三个孩子的40岁父亲, 他在公众生活中越来越深入地安定下来, 他是否希望尽早采取更具实际领导力的方式? 最近被问及与父亲的关系时, 威廉王子给出了令人放心的回答, 我对他深感敬意。 我认为, 在过去的一周里, 我和我的家人有机会反思合在一起。 从他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到 威廉对查尔斯的真心关爱, 无论是作为父亲还是国王。 与此同时, 热衷于皇室的忠实支持者们 可以理解地期待着威廉登上王位的那一天, 他健美的体型和拍摄良好的年轻家庭 将能够以独特而强大的方式 使王是焕发活力并与年轻一代建立联系。 然而, 也有人警告不要急于推动查尔斯的统治 或贬低他的角色。 一位观察家指出, 查尔斯花了多年的时间才成为国王, 他几乎没有准备好将更多的责任交给威廉。 长久以来, 查尔斯在精神和智慧上 为承担君主职责做好了准备, 他肯定希望在他的统治时间内 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 然而, 某种程度的过渡似乎是不可避免和明智的。 伊丽莎白女王本人 在最后几年中通过逐渐减少自己的日程安排 来优雅地交接职责。 明智的合作和分工, 让父子两人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 顺利为这个不断发展的机构服务, 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许多人在专注于事业的同时也能照顾家庭。 同样, 许多人相信, 查尔斯国王可以掌握王室整体方向的同时, 让威廉在他热衷的问题上承担更多的领导角色, 比如气候变化。 没有人能做得比伊丽莎白二是更好。 他维持了一切。 一位粉丝有洞察力地说道, 合作和灵活性的精神, 正如他所展示的, 很可能是维持温莎王朝的最佳方式。 最终, 大多数迹象仍然表明, 现任国王和未来国王之间存在着坚实的关系和尊重。 威廉将会是一位伟大的国王, 一位支持者自信地预测。 但是, 如果查尔斯和威廉之间出现了可能的政策分歧, 外交上的妥善处理将变得至关重要。 正如一位评论者明智地建议的, 如果这是真的, 威廉不应该过于自负, 要尊重他作为继承人的角色。 通过耐心、理解和愿意找到妥协, 父子两人似乎有能力以建设性的方式应对过度, 以保护皇室的稳定, 定允许每个人的优势和愿景得以表达。 未来几年, 他们选择如何合作将在公众和皇室舆论的法庭上产生重大影响, 不论是好是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